那么这节内容呢 除了独立性之外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对于前面一些知识的巩固练习 尤其是条件概率相关的一些概念 这一部分呢 跟之后我们还要学的信息商 贝耶斯定律都有极高的相关性 所以呢 这一块基础呢 必须要扎实 那么之后啊 我们还会介绍一下 条件概率有一个技巧 叫做练式法则 然后重点来说 独立性和条件独立性 首先啊 我们来看一道问题 请判断以下等式是不是成立 那第一个啊 是两个联合概率之间的比较 X等于A Y等于B 和X等于B Y等于A 这两个相不相等呢 我们看仔细一点的话会发现 这个写法其实是非常无稽 非常没有道理的一种写法 你把X和Y的值给交换了 这为什么能行呢 比如我们X表示抛硬币 Y表示扔骰子 你怎么能让硬币抛出一个骰子的数呢 所以说先不管成立不成立 这个写法就会有问题 对吧 那肯定就是不成立 对吧 因为这个没有任何的道理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们看 跟第一个长得很像啊 也是调换了顺序 但是我们发现 这个调换顺序里面 没有产生这个随机变量 和定义域之间的冲突 那Y还是等于B X还是等于A 只是把这两件事前后 给这个调换了一下 这个是不是不影响啊 那我说这个硬币正面朝上 和骰子是一点 跟骰子是一点 硬币正面朝上 那么都一回事嘛 所以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那这里我们再附加一个问题 如果我把第二个等式 逗号改成竖线 分割符还能成立吗 是不是就不能了呀 因为竖线分割符表示的是 条件概率 我们如果把条件 结果给换一下 那这两个事情 根本就不能放在一起比较了 对不对 那肯定就不可能成立了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等式 第三个其实不是等式 是个不等式 我们就放在一起说吧 第三个是一个连续的不等式 那么我们先看两头 大于等于零 小于等于一 中间呢是两个概率 首先它既然是概率 既然是表示一个事情发生的 这个可能性 那它必然就在联合一之间 这个没有问题 重点看中间这个吧 一个联合概率 小于一个边缘概率 并且里面都有x等于a 那联合概率 跟边缘概率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带入一个场景 如果x等于a 说的是明天下雨 x等于a y等于b 说的是明天又下雨 且刮风 那你看这两个事情 它们的概率有啥关系呢 是不是下雨的概率 一定大于下雨且刮风的概率 至少是大于或等于吧 因为它们俩是包含关系 下雨包含着下雨且刮风 当我们写成联合概率的时候 你就给它多加了一个事 对吧 那肯定就把这个范围给缩小了 把样本空间给压缩了 并且我们也可以 也从另一个角度来想 边缘概率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把这个联合概率的表格里面 一条边 比如说行或者例 加起来 那么既然是一个求和的关系 这个边缘概率 肯定就大于 它所在的这条边上的 所有联合概率 那么第三个等式呢 也是成立的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说 一副扑克去掉大小王 洗牌后随机抽一张 其颜色即为X 不放回这张牌 再抽取一张 其颜色即为Y 求X和Y相同的概率 这个扑克啊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玩的一种 算桌游吧 那么什么样的人扑克打得好的 一是记忆力要好 你得能记得住别人出过什么牌 再者就是概率选择好的人 甚至你如果对这个概率的直觉 把握很准的话 能弥补记忆力上的劣势 所以呢大家哪怕不为了别的 不为了做程序开发 做什么人工智能 就是为了提高牌记 也有必要把这个概率 这一部分好好学一学 那么在求解这个具体答案的之前呢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说这个X和Y相同的概率 它是不是等于二分之一吧 是不是等于二分之一呢 你看抽一张 再抽一张 那排列组合一下 就是红红黑黑 黑红红黑 一共四种可能嘛 四种可能 那么其中相同的有红红黑黑 是不是就占了一半呢 是不是二分之一啊 你先不用算 你就直觉告诉我 是不是二分之一 答案肯定不是二分之一 为什么呢 这个二分之一咋来的 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不是不可能发生 而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抽完第一张 你给人放回去 放回去重新洗牌 这样的话 第一次一抽红黑 是啊 各一半 第二次抽还是各一半 但是我们这道题目 有一个关键的条件 就是不放回这张牌 于是这个对称性 是不是就被打破了 你第一次和第二次面对的 其实就不是同意复牌 因为第二次少了一张 好 那这怎么算呢 这恐怕就没有什么捷径呢 我们就得把这个概率啊 把他公式先写出来 好 P X等于Y 那这里面是不是包含了两种情况 就是都红 或者都黑 而且我们不难想到啊 都红和都黑 是不是一回事 他俩的概率是一样的吧 所以我只要求出 X和Y都是红色 然后翻个分 乘以2 就是这道题的答案吧 那么X和Y都属于红 这是一个联合概率 这个联合概率啊 我们直接求不好求 怎么办呢 结合我们上节课学到的一个公式 我把它拆分成边缘概率 跟条件概率 那么边缘概率是谁呢 边缘概率就是X等于红 就是第一次 我把它写成这样一个事情 第一次出中的是红色 字体我也改成红的 那么对应的条件概率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张已经是红了的前提下 第二张还是红的 红上加红 我把它写成红了发紫的 这个紫色的字体 好 那么这里面的两个概率呢 后一个好算一些 对吧 X等于红就是二分之一嘛 因为你第一次抽牌的时候 你面对的是一副处女牌 它还没有被污染过 还没有被我们动过手脚 所以一定是二分之一 但第二次呢 就是当我们要产生Y这个随机变量的时候 情况就变了 这个时候 这个牌的总数首先就不一样了 你只有51张牌了 那么这51张牌里面 还剩几张红的呢 原先是26张 你不是第一回合拿走一张吗 就只剩25张了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呢 是2乘以51分之25 再乘以1分之1 答案还是51分之25 虽然这个数字和2分之1啊 就是我们之前辨析的一个错误答案 差别不大 从量上差别不大 但是性质上 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放不放回去这张牌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一定要思考清楚 那么这里啊 我们来说一下 什么叫链式法则 在刚刚那道题当中啊 我们其实应用了这个条件概率 联合概率和边缘概率之间的关系 但是呢 和这个之前见过的公式形式不太一样 我们是怎么用的呢 我们既然要求联合概率的话 我们是把它写成 乘法的形式 对吧 把这个分式分母挪过来 联合概率等于边缘概率乘上 以这个边缘概率为条件的条件概率 那么如果啊 这个随机变量不止两个 有三个 会是个什么场景呢 那么 XYZ三件事 同时发生 我们可以怎么来写呢 我们可以写作啊 以YZ同时发生 这个联合概率 把它当作新的边缘概率 然后把这个X提到前面去 它是一个结果 注意这个地方啊 你不能一下子写上两条树杠啊 这个写法不合规范啊 你不能一下子两条树杠啊 就直接硬拆成这个形式 这里面YZ你先把它看成一件事 同时发生你就看成是一个事 然后按照上面同样的形式啊 把X拆出来 当然你说调换个顺序行不行 把Y放前面 X放后面 这X也放后面行不行 当然可以 这三件事情本身 他们是对称的 那么这个后面可以进一步拆分呀 进一步拆分怎么办呢 你比如说把Z当作前提条件的话 最后这个Z的独立的概率就出来了 这里面XYZ相互打乱顺序都成立 那么如果变量多了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一个联合概率 是不是可以拆成一大串呀 像一个链条一样啊 像这个原子弹链式反应一样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一环扣一环 这个就叫链式法则 那么前面说到这个联合概率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提到过一个计算方法 就是比如X和Y 它在有些情况下 可以直接就把两个边缘概率乘起来 但那个公式不能随便用 什么时候才能用呢 X和Y独立的时候 那到底怎么叫独立呢 之前我们是在口头言语上 让大家感受了一下 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定量的去分析 什么情况下 两个随机变量算是相互独立 那么我们来看几句这个名言 请分析一下 以下语句当中啊 存在哪些独立的事件 比如这里有两句诗 苟立国家生死矣 岂因祸福必屈之 还有一句话呢 叫老山阵地 守得住也光荣 守不住也光荣 那么看看里面 有没有哪一些变量呢 它们相互是没有关系的 你看是不是这样啊 第一首诗 它说 岂因祸福必屈之 就是我不因为是福是祸 而选择是必是屈 那么以祸和福为前提的条件下 我是选择必还是区的这个条件呢 这个概率是不变的 我们看每一个等式 它前面是一样的 但是把这个坚决条件给换掉之后 等式还成立 就是你不管是福是祸 我呢 该必必该区区 对吧 其实这个诗的意思本身 它选择的是区 是我要上的 对吧 我要这个出来为民请命 那么老山阵地 守得住光荣 守不住也光荣呢 就是你光不光荣 不因为前提 这个条件守不守得住 而改变 我的条件是守得住 和条件是守不住 光荣的概率是一样的 那么这是我们生活中 或者文学作品中 影视作品当中 存在的一些独立事件 我们再来看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有人给你推销一台测谎仪 这个测谎仪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 里面就是一个抛硬币的机器 它其实根本就不测谎 但是呢 它也出结果 这个结果也不是说固定的 也老变 让你摸不着头脑 里面就是个抛硬币机 抛出来正面向上呢 就显示 通过了啊 你是一个好人 你没有说谎 反面向上就是不通过 你说谎了 要通一千根针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可能通过实验了 揭穿这个骗局呢 因为说不说谎 其实我们可以自己控制 对吧 那我用这个机器 做上它一系列的实验 我看看这个概率 其实就能够找到证据 比如说 如果啊 我去说谎 去做一千次实验 然后我故意啊 不说谎 说实话 去做一千次实验 然后发现 在我改变前提条件的这个情况下呢 它给出通过的这个概率是一样的 为啥呢 因为它是硬币抛的嘛 它根本就不听我说啥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 就能够看出来 它根本就没有去测我讲的话 也没有测我讲话式的这个状态 或者呢 它通过 就我不论说谎不说谎 我就随机的啊 随便说 随便测 然后跟把我这个 故意说谎的这些实验啊 拿出来 我们比较比较 发现概率是一样的 这是不是也能说明 这个测谎仪是假的呀 那么我们把这几个条件啊 跟独立性相关的这几个事情 性质啊 总结一下 抽象一下 若随机变量X和Y 它们相互独立 那么呢 条件概率跟条件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我们看 以Y为条件 和以非Y为条件 这个在Y上面加一个横线 就表示了 它的反面 比如说如果Y是硬币朝上 非Y就是硬币 这个正面朝下 把前提条件换成正反两个 发现结果没变 那么他们是独立的 或者你把条件呢 添加去除 没有影响 这两个其实说的是一回事啊 加不加这个条件 概率都一样 说明也是独立的 那么只有在独立的情况下 边缘概率才等于 乘起来啊 才是联合概率 那么反过来讲 如果你发现 两个随机变量 它们的这个概率呢 满足这三个中的任何一个 你就可以推断 这两个变量是独立的 那我们这里说的独立性 这个概念呢 我们需要跟其他的一些概念 加以辩析 不要混淆 这个独立说的是 双方没有关系 也不能互相提供线索 首先我们注意 独立不是均匀 我们来看这两组等式 第一组 我们这个前面啊 条件概率前面 这个Y不变 是同一个 我们不停的变换 X的曲直 然后你发现 结果都一样 这说明 独立 但是如果啊 我们看后面这个 你是条件一样 然后呢 Y不停的变 取各种曲直的 这个概率相同 以第二个等式 能说明 X和Y是独立的吗 是不是只能说明 这个Y Y在X确定的前提下 它是均匀的 它是均匀的 但是并不能说明 两者是独立的 注意啊 独立不是均匀 不是说你这个 弹个大饼 这个撒个大网 每一个可能性都一样 你就独立了 并不是这样啊 两者没有关系 那么独立 是不是就给人感觉 好像 两人相互不待见 这个不共戴天 就是互斥的关系呢 恰恰不是 如果 两组变量 你已知 他们不能取相同的值 那其实 我们反而可以确定 这两组变量 它不独立 因为这个独立 说的是关系 是相互提供线索 比如说A和B 两人关系不好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那当你在某一个场合 看到其中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推断出 另一个人不在 那你说这两个人 实际上 他是独立的吗 他是不独立的 他两个人 还是有很强的 这个相互关系 所以我们 如果比照一下 这个人际关系 我们把随机变量 比作人际交往 独立 既不是爱 也不是恨 独立 其实是 无视 是不认识 不知道这样来 做一个比方 大家能不能理解 那么这个独立呢 我们之前说的这些 都是 全局上的独立 也有一种情况呢 是这样的 随机变量 X和Y呢 它们只在 另一个贬量 去特定值的情况下呢 才是独立的 比如你看我们 以Z的某个取值为前提 X和Y这个联合概率呢 等于 以Z为前提 X和Y 两个条件概率相乘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称 X和Y是条件独立的 这个条件独立 如果你要判定 它的话 公式一定别写错 我们要跟下面两个写法 注意区分 下面这两个都是 错误的公式 你对比一下 会发现 它们至少在某一个 条件概率里面 把条件给丢了 你要假定 Z的这个取值 你就 里面所有的概率 你都带上前提条件 只要有一个不带的话 那你这个概率相乘 它就失去意义了 这是我们加强对于 条件概率理解的 一个练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